普悠基金會創立二十一年由李嘉東高雄創辦 主要在在全台灣建立客戶福德輸出的組織 希望讓主要不足的範鄉就寫家庭 來提升在教育程度 透過教育改變家庭的未來 也讓弟兄帶來希望 他在家議館設定福德有包括大部鄉 在三鄉就行鄉鄉鄉的範鄉 主要不像是放在所學和英文 占對著每一位小孩不一樣來聽到來做教育 和學主可以唱分吸收 親一步來打破自己學習的環境 畢竊 打希望回家在家 在家議館設定福德有大部鄉 阿里山鄉 德行鄉 頂頂的範鄉 我們在全台服務 尤其是在偏鄉的地方 或者是說都市區會有一些弱勢的孩子 我們李嘉童教授他的想法就是說 現在會有很多弱勢的人 那他們可能在學習上沒有獲得很多的資源 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那有可能因為沒有辦法得到太多資源 而會讓他們的孩子變成就是說 就是永遠的一個弱勢 想要讓他們反轉他們的命運 最好的方式就是依靠教育 那所以說我們有一個slogan就是 讓知識帶希望回家 那由這個知識呢 讓這些孩子 然後去獲得說 他們能夠在這個社會 所成長的一個基本的力量 那因此說 現在李嘉童教授有在我們嘉義這邊 去做一個柏佑客服的一個服務 那我們嘉義這邊 他所服務的範圍有我們大埔 然後阿里三鄉 然後竹琪 輔導科後教學主要來用 放在所學英文 是平衡學主最歴史的學科 特別是輔導老師的差異性的教學 因此使教兩學主領有重分的吸收 進入突破學習的困境 世新事務創民黨都不相場不得 你過馬路怎麼穿成這樣 你不知道 現在過馬路很欠的馬路如虎口 這樣那麼安全 不用啦 現在過馬路 如果沒有力量行人有加重罰則 現在變得很安全 你放心 這樣我就放心了 這樣我就要過了 好 不錯喔 我們現在就是要一讓行人 台灣現在很多你看過馬路不敢過 你看車來就會怕 所以我們是人讓車 那現在台灣要整個要改變 我們原本就是應該車要讓人 對啊 所以現在台灣要較重處罰了 如果你沒有讓人的話 那你的罰款會很重 大家不用怕 現在要過馬路 不管你是塞車 還是騎馬路 一定要扭 怕路的人生過 不然會加重罰款的發情 所以現在政府很重是這個 所以所有塞車騎馬路的人 看到行人要過馬路 一定要讓他們先過